西方史学史凯撒高卢战绩 作为凯撒驻战亲德的捷径 从战绩叙述的时间结构上分别寄出了凯撒对厄尔维基人的战争 凯撒在高卢的外交活动 对热曼人的战争 对不列颠 对比利时人的战争 对文内几人的海战 对热曼人的报复 凯撒入侵 镇压高卢大叛乱 和阿莱西亚之战 高卢战绩叙事详实景却 文笔清新简朴 受到了很多爱好罗马史拉丁文学 和战争史这方面的推崇 比如在文学方面 高卢战绩以拉丁文创作 长久以来被指定为学习拉丁文的范文 在军事方面 国外学者认为 高卢战绩是唯一一步作为战地指挥官 详细记载的古代战争 特别是因为坎撒 阿莲西亚之闻的 有些誓言